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宝强笑说 你要穿这一件纸小件服装 明明一米六十次比我矮一公分 服从命令 双方一来一往互动笑翻众人 看到因谎暴身高而露线的王宝强一脸崩溃的样子 相信不少网友也被他搞笑了 事实上人家的目的也在于此 不然网友们也不会王宝强这样的举动点赞了 有网友留言道 宝强就是美小明厉害 小明说自己是一米吧 不管你们怎么测都是一米吧 至少比黄小明诚实 家女气真的太逗了 不要这样接别人的短 身高适应深啊 从网友的反应不难看出 大家这次对王宝强是很包容的 一直以来总有一些明星在网上指责网友们很暴力 认为网友们似乎在没事找事 实际上真不是这样 只要你做得好 网友们也不会去挑刺 往往那些被批评的明星其实自身做得就不好 并且还总是自以为是 时间久了 估计也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如此一来 网友自然慢慢的 也就不会喜欢这类明星 王宝强这样的明星之所以受欢迎 一是与其长相还后有关 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他的情商很高 否则也不会在经历一些风波之后依然是人气很高 相比黄小明而言 王宝强其实并没有太多优势 但他在娱乐圈却是越来越强大 为何 有人称可能是黄小明喜欢装 而且幼装的不太高明 久而久之就被网友们归为业务的那类 其实这多少有些冤枉黄小明 在老海看来 黄小明还算是不错的 只是他给予表现自己的能力 以至于如今已经偏低当初加入娱乐圈的初衷 再加上有一个演戏很一般但又比较高调的老婆 于是虎的两个演技都不是太好 但却能在娱乐圈占稳一些明星之力的情况之下 被网友时不时拿出来与其他明星比较也就在情历之中 这一次因为身高微笑话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之前的一米八的笑谈 估计王宝强的身高这个话题也不会活 虽说男人都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大高个 可这种无法遮掩的东西真没什么必要撒谎 看看与王宝强站在一起的黄小明 能比宝强高处失误黎明吗 反正老海也有些不太相信 也许只有黄小明自己是相信的 说到这里 不由得 再想下一次不妨让黄小明也来公开测量一下 说不定还会有更好的效果